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梁宋梅全道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约翰一书四章 一共有21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 1-6节提到零 第二部分 7-21节提到爱 再和大家讲一讲当时的背景 教会和信徒正是面对 异端邪灵的搅拾 于是约翰提醒信徒 当有人说 他被灵充满而说一些话的时候 请不要尽信 应该要加以试验求证 约翰提出第一个有效的试验 就是2-3节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欲生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的基督者的灵 意思即是 灵会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 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宝 目的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 今天 有很多异端邪灵都否认耶稣基督 道成欲生的真理 若翰指出 这些都是敌基督的灵 当面对这些茂莽的邪灵 我们不用惧怕 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战胜 真理的灵 能够引导人进入真理 神的能力比邪灵更大 若翰提出第二个有效的试验 是七至二十一节 就是人在行为上 有没有爱的实践 在七至十节 来到说明 爱的源头是神 爱是神的属性 是神主动向人显示 祂爱我们 神猜显祂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叫人得生命 耶稣基督甘愿背负世人的罪 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 充分流露完全的爱 另一方面 神又将爱 放在熟祂的儿女当中 让爱能够继续延伸 当信徒之间能够彼此相爱 就证明 神与人同在 因为神与人同在 人才能够彼此相爱 其实 我们的爱 不过是反映出神的爱 是对神的回应 神既然那么爱我们 我们也都应当 以同样的方式 彼此相爱 今天 神已经将 弟兄姊妹 放在我们身边 他们就是我们 实践爱的 对象 当人说爱神 从爱弟兄姊妹的事情上 实践出来 否则 这种爱 只是虚假的爱 人爱神 可以从爱弟兄开始 学习爱的真体 那些异端 假教师的问题 正正是他们的生命 根本没有神的爱 他们没有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 所以 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善行 看来 好像很敬虔 但是这些 都是徒然的 让我们反省一下 今天整个世界 都有很多易串邪说 来到迷惑人的心 我们应该检视自己的信仰根基 是不是稳固 免得遭受异端所遥动 另一方面 我们有没有真正实践爱的功课呢 当我们说爱神 但是心里面 他是在憎恨着一些人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父神 多谢你 藉着今天的经文 提醒我们 在末世的日子 要小心 避免遭受异端的迷惑 盼望我们能够勤读圣经 认识真理 也都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用生命 用行动 去实践爱的功课 当我们想到 我们根本 不会得到神的爱 神却是以无条件的爱 去爱 和折纳我们 求主赐我们力量 勇气 愿意冲破一些的障碍 尝试踏出多一步 学习重新 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 甚至憎恨的人 因为 我们已经经历了你的爱 我靠着哪家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多谢天父 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 基督宝贵的名字 祈求 阿们